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黄瓦斯姑娘 我是老人科的护士 今天想跟大家讲的题目 就是关于脑化的过程 其实我们身体上 都会必然有脑化 包括眼睛 听觉 触觉 心肺功能 肌肉 记忆 消化系统 鼻疗系统 每个系统 我都会和大家讲讲老化的过程 首先 我会讲眼部 大家都觉得眼睛 大家都觉得是最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老人家觉得自己 开始看东西眼蒙 眼花 或者眼光 就是最初期 觉得自己衰老的先兆 因为眼睛的问题 大家都不需要很担心 只要及早去看医生 大家记住 眼睛千万不要自己去药房 买一些眼药水去做 因为眼睛一定是找医生去看过 先去购买一些药水 才会比较好 第二个部分 就是听觉 很多时候听觉 对老人家来说 都很烦恼 因为他们听不到 觉得周围的世界 会不会好像孤立了他 当发生了听觉 大家记得第一件事 就是不需要太担心 我们如果需要的话 就去看一些专科的医生 可能是一些耳鼻喉的医生 看完之后 就帮你设计一些坐听器 或者一些药水 大家老有记忆 要记住一件事 千万不要说一些耳朵的问题 自己去买药 或者自己找一些硬物去摇取耳朵 因为这样会很伤自己的耳朵 接着就去到触觉 触觉是跟皮肤的感应有关 因为大家年纪大了 感触觉会弱些 很多时候 有些老人家 可能碰到或碰到 都没有触觉的感觉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注意 特别是一些末端 例如说 可能是脚 或者手指 如果是特别是天气冻 大家都需要 穿一些帽子去保暖 大家记住 特别是需要剪指甲 或者脚甲 也不需要不要剪太贴 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去找医生 或者是一些触疾治疗师 去帮你做足部的护理 而下一个功能 就是滑心肺的功能 很多时候 老化的过程 他们都觉得 走路都会气喘 特别是 好像个人不够气 或者心跳快了 这方面 如何去调息 只需要多些运动 注意日常的作息 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喝酒吃烟的习惯 都需要去解除 另外 下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 在老化的过程中 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出现便秘的现象 因为始终消化系统 减硬了 新层代謝 很多时候 都会觉得 吃东西不消化 或者便秘令大家困扰 只要大家在饮食方面 吃多些生果 蔬菜 足够的水分 而且要经常保持运动 可以解决便秘的问题 如果便秘严重 我们也需要去看医生 千万不要吃药物 或者自己去自行买 一些放大便的药水 因为可能里面有其他问题 例如肿瘤问题 大家可能会担心治疗 还有一个系统 就是鼻疗系统 很多时候 晚上特别去厕所 或者觉得自己有失禁的现象 大家都记住 我们要留意 不要因为这件事 而胃疾技衣 觉得这件事很难堪 我不想去看医生 如果发现自己经常有小便 频密 或者有失禁的现象 都需要看医生 可能需要做一些治疗 最后一个系统 就是记忆力 很多时候 当大家进入了老化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是记忆力衰退 是大家自己觉得 自己是最快觉得 衰老的现象 很多时候发现了 没有记性 或者转头有些事情 忘记了做了 做了 大家都可能有什么方法 去帮助自己 如果一些重要的事情 大家需要在日历上写 或者继续保持多些社交运动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 记忆力增加的 但亦都是记住 如果发觉了 记忆力衰退的现象 亦都需要去看医生 找医生 尽快去寻求解决的方法 而最后一个系统 就是肌肉和根骨 大家可能就开始觉得 在老化的现象的时候 大家的肌肉和根骨系统 都会开始受到这个转变 例如说 可能是很容易有 腰酸背痛的现象 或者是有这个 背脊有一个向前傾的 即是俗称的 即是所谓的 俗称的陀背 主要我们 去注意 我们要做多些运动 可能是补充日常的一些 钙质和饮食要均衡 亦都如果在肌肉那里 发现需要去治疗 我们都可以找医生去看 我们会不会是有些根健的问题 而最后一些根健肌肉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需要去 如果特别是关节变形 或者是关节疼痛 我们都尽快去看医生 千万不要耽误治疗 最后和大家做个总结 关于老化 其实大家只要以一个平常心 因为面对的 因为老化也是一个人生的必经阶段 很多时候大家都只需要积极地面对 令到身身健康 和平常心地面对 就可以很开心地面对到老化的过程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到这么多 希望今天分享对大家都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大家记得 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正在等待你的报名